新加坡政府号召少出门 也基本告别佛系防疫了 面对这个病毒 我们没有疫苗和特效药 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 这期节目分享给大家一个缓解压力 增强免疫力 天然又环保的超级运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肠媒 我是Gary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您还好吗 希望我的节目能陪您度过这段难熬的时光 坚持看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最近马来西亚卫生部贴文说 没事就在家做举沙发运动 引起了争议 您觉得这个运动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OK OK 实在忍不住了 既然这节目以传统化为主 当然会介绍传统的运动 但是不是在家举沙发 啥运动呢 点个赞其实是挺好的运动 缓解一下紧张气氛 好好 不开玩笑啊 可是点赞这个事啊 你得当真 因为啊 这是我做节目的动力 好 首先请要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看到过这个老和尚围着这个庙跑圈的 如果有呢 请您拍个视频分享出来 我想是找不到吧 除非是遇到疯和尚了 上期节目中呢 提到那个高僧啊 能活到一百多甚至两百岁 这些高僧呢 最后涅盘的动作是什么呢 盘腿打坐 这是不是说明了盘腿打坐能延年益寿呢 现代医学强调的运动 基本上是保持我们的免系统 时刻都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现在很多人锻炼身体啊 也都以出汗为目的 说出一身臭汗就觉得好 其实啊 这是在伤精 因为传统的话讲的是人的精气神 在古代啊 两个高手比武 不是说谁把谁打死了谁就赢了 而是在比武过程中啊 谁先出汗谁就输了 人到快死的时候啊 会出现一种症状 叫汗出如油 就是人到快死的时候啊 最后那点精液啊出来了 人就完蛋了 所以有些老年人呢 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 你看见他全身都是汗 那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的人会出现倒汗的现象 睡着了以后会出一身汗 然后整个一倍都湿透了 这也是一时圣经的一个表现 所以啊 这期节目 就结合着我个人的亲身感受 来分享给大家一项传统的运动 打坐 请您坚持啊 看到最后 相信啊 一定会有收获的 打坐的好处有很多了 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 本来呢 我是个篮球迷 虽然个头不高啊 但是过去啊 每个星期都会去练习练习 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呢 就会觉得很累 身体不舒服 可是一场球打下来啊 全身酸痛 需要几天才能恢复 自从五年以前呢 我开始练习打坐到现在 没有再碰过篮球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 做过剧烈的运动 很少会感冒 而且这五年呢 没有吃过一片药 甚至啊 连维生素都没有吃过 身体状态啊 非常的好 很少会有疲劳的感觉 倒汗的症状呢 也消失了 这里还有很多神奇的感受呢 就不一一赘述了 说完我自己呢 在正式介绍打坐之前 先来看看世界上身体天赋 和条件最好的那批人 包括NBA最有价值球员 杜兰特在内呢 还有爵士队的哥贝尔 米切尔和活塞队的凯伍德呢 七名NBA球员 确诊感染了这次病毒 许多人质疑啊 篮球选手天天运动 身体条件非常的好 免疫力应该也优于一般人 怎么会中招呢 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 加强运动会提高免疫力 有的就在大太阳底下狂跑啊 要消耗卡路里减肥 感觉还能抵御各种疾病 说只要不懒惰啊 每天坚持这个很强力的运动 就成了万灵丹了 可是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 该得病的时候一样会得 当然了 这其中还有很深刻的道理 以后有机会啊 再详细的说明 目前呢 因为这次病毒的来袭 可能大家才意识到 剧烈运动不但不会帮助您增强免疫力 相反还会降低免疫力 西医啊给出了答案 我们来看看台湾世界日报的文章 美国的verywell网站发文指出 适度锻炼可增强免疫力 但过度啊反而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原美国匹斯堡大学和阿勒格尼总院 指导新内科教授Richard Fogaris表示 有些因素可以保护我们 免受感冒和流感的侵袭 其中之一呢是适度持续的锻炼 但是啊物极必反 有研究发现呢 剧烈运动后身体会产生 包括皮质醇和肾上腺等激素 会升高血压和胆固醇 导致免疫力暂时性下降 这与运动员在极限运动过后呢 容易被感染有关系 现在这个病毒啊 到处都在钻空子 所以要不要剧烈运动 给病毒一可乘之机呢 您自己选择 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许多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啊 训练的时间和强度 都远远的超过了身体的负荷 又缺乏足够的恢复 所以抵抗力降低 病毒感染的风险又提高了 想要透过适度运动 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与其追求运动的时间和部署 倒不如重新审视自己的运动 是不是属于有效运动 西医最好的运动指标 是用心率手环来监测自己的运动强度 让自己的心率维持在一个中等强度的范围内 就能轻松达到有效运动 可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呢 只要微微出汗 你达到目的了 天然环保 什么设备都不用 哪个方法更好啊 您自己思考吧 以上医学资讯的网址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 供您参考 接下来的重点来了 皇帝内经有云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平和的状态 病又怎么会来呢 静坐又叫打坐又叫冥想 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实验 更是在打坐探员方面大大的迈进了一步 该校心理学教授David Desdino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打坐中的道德实验 介绍了一个探究打坐 对于道德心理影响的心理学实验 得出结论 打坐对人有明显的道德提升 该实验报告在美国的心理医学杂志发表 斯坦福大学冥想研究专家 利亚维斯博士 接受健康一加一专访时 指出打坐有四大优点 一 减轻焦虑降低新陈代谢 维斯博士以泰国少年受困洞穴 因为打坐脱险为例 认为缺少空气的条件下打坐 人会减慢呼吸 进而减缓全身的新陈代谢 并帮助人保持平静 减轻焦虑 二 训练大脑和身体 打坐可以帮助人体重新连接神经网络 让人更加专注减少分心 将专注力更好地转移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三 增强自律和同理心 人体调节情绪的能力 能借由打坐增强 一旦面对矛盾 人能够冷静地对待 情绪上有缓冲的余地 而不是立刻回击 当精神更集中 更清晰与人相处时 便能对他人的情绪变化所理解 也较为为他人着想 第三 缓解疼痛 当人尝试对抗疼痛时 疼痛在身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压力 而当人因为打坐放松以后 身体的痛苦会双倍减少 我们盘腿时 血液停留在被阻挡的地方 那个被阻止着的地方 它们正蓄集着很大的能量 一旦起身的血管被阻止的部位 立刻因为失去了阻止而张开了 血液畅流了 能量蓄集很大 冲击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什么不通的地方就都通了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有位移民新加坡的武打明星 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由于身体长年的透支 已经被病痛折磨到 必须大量使用肋骨唇 成了月亮脸的病情 最后呢 因为每天打坐十余小时 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健康 可见打坐在血液循环方面的奇效 打坐能畅顺奇经拔脉 中医认为人的身体有十二经络 以及奇经拔脉 十二经过的血气呢 每天随着十二个时辰循环着 是人们比较熟悉的 奇经拔脉呢 它们也有类似的气血循环 至于具体是哪奇经拔脉 这里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下面的说明栏查找 在打坐的时候啊 也许古人已经发现 打坐的姿势啊 能令奇经拔脉 因而有相通的状况 经常的打坐假以时日 奇经拔脉都能通得很好 会发生什么样的后续变化 就不可估量了 也许是大周天循环 当然了 不同的门派有不同的盘腿方式和结印方式 但是大部分单盘的做法就是 男士将左脚拉上搭在已经曲起的右腿上 而双盘做的 就再将右脚拉起来 搭在已经盘在右腿的左大腿上面 女士的做法呢 就和男士相反过来 打坐的动作呢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希望每位朋友都和您的家人 都能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次危机 请记得订阅分享 让更多人受益 再次感谢大家 拜拜 by bwd6